这一集其实基本上还有两个 一个是苗栗 一个是宜兰 地区 它变成说你要两个 实际上就给它做两次 因为它 那 criteria 不支援 就是偶尔的这种连期 所以变成说如果你是要 第一个 Samif 那 criteria 的话 那就苗栗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 加一个那个苗栗 而且是苗栗开头的 所以这边的话你就只能用 我们刚刚讲的苗栗 那特别注意你不能用问号也可以 不过你问号要12345个问号 那星号只要一个 当然聪明的人应该知道的星号 没人一直用问号 ok 用问号蛮奇怪 一堆问号 其实也可以啦 结果也是一样的 ok 只是说 当然你做事情就千万不要用复杂的 复杂的 就是解决方法 ok 所以尽量还是想一个要简单的 所以有时候我在 解决问题的时候 也许 刚开始也许不是最最简单 就一直去思考 说有没有更简单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去找答案 不然的话有的时候 即便有你不知道的话 你就做得很复杂 ok 要去想 那 range 的话就这个范围 如果说我们要加总在这个范围 可以按确定 这样的话就把结果做出来描力 但已栏怎么办呢 很简单 可能就是按复制之后的话 把它加到后面 就变成说你要做两次 因为那个 它快贴不只能做两个条件 只能单一条件 ok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贴上之后 把这边改成宜栏就可以了 ok 宜栏 打勾这样的话就算出来 42个 ok 所以职工人数 那一样的方法 如果把它改成VBA 拖拉过来 那当然我就是 要用VBA做 特别水 其实如果像这一题 我只建议你也可以不用重写 因为为什么 因为刚刚是不是有写过 对 你就直接把它 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把刚刚的程式贴过来 改就可以了 其实你会发现 只要改一个地方 就是 程式里面只要改这个地方 那答案就出来了 ok 所以名称不能一样 我把它改这个好了 改跟这边一样的名称 就是 苗栏宜栏的那个 然后切过来把这个sub 把它改一下 把它贴过来 ok 所以 记得是在它的这个名称里面 然后回宣范围是2到10 如果呢 A欣然 所以这个前面那个labs不用 然后豆点2也不用 刮胡去掉 如果等于 等于的话呢 不对 应该前面要 ok 也是前面 那这边改成苗栏 做法一样 但是宜栏的话 刚刚是加一个 这边的话 你就是 再加一个 或就可以了 或是偶尔 或 有没有 或宜栏的话 那你就把刚刚这个公式 复制到 或的后面 然后前后都要空白就对了 或什么呢 你就把这边改成宜栏 苗栏 或者是宜栏 那这样的叙述的话 他就看得懂 宜栏 那帮我累加 累加 这边是在B栏 所以这边把它改一个B OK 然后呢 最后的话 把Sum的结果 丢到他的D2 所以这边的话 就把这个12改成D2 OK 好 程式就大功告成了 OK 可以看得懂吧 所以以后 你如果程式写完之后 记得要把它留下范本 那范本的话呢 当然我们讲义里面也有啦 不过我是建议 最好你把程式放云端上 因为 讲义的缺点是你看 照着打不见得都会正确喔 反而有时候你有的复制贴 反而比较不容易出错 为什么有时候甚至我答案都给你的同意 照着打都还打错 有没有可能 有很有可能 OK 所以我是建议你导步把跟我一样的方法 贴到你们自己的云端里面 OK 做一个记录 最后的话 我们把这个程式执行一下 看要没OK 是不是42 执行 42 一模一样 所以其实用一样的方法 六行程式 可以用在非常多的地方上面 只要是要解决类加上面的问题 都可以用这一招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这一题做完之后 再来就想想看看009 不过009又比前面两题更困难 前面那个01是苗栗跟宜兰 苗栗或者是宜兰 OK 那后面009是前三名或者是后三名 的这个工资的他们的那个薪资的累加 OK 也就是说要把前三名跟后三名加在一起的结果 帮我放在那个输出的那个位置 那这个地方要怎么做 那这里的话当然你可能需要学会怎么找出那个第三名跟倒数第三名 你就才有办法找到前三名跟后三名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请各位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